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手腕疼怎么来治疗 因为手腕疼也是个常见病 这个手腕疼我们用的穴位讲过很多遍 还是我们的侧三里,侧下三里 这个是主穴 侧三里,侧下三里除了书上说的牙疼,面瘫 然后临床治疗偏通疼,效果也极好 还有一个就是侧三里呢,其实它的治疗范围呢特别广 你像这个手腕疼,腕疼,还有臂疼,手臂的疼,还有肘疼 这个呢都在它的治疗范围之内 所以呢我们选这个侧三里,侧下三里 那我们的手腕疼呢,它又分为这个阳明部的疼痛,少阳部的疼痛 就是你的疼痛部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属于什么,这属于阳明部的疼痛 然后呢,如果你手腕疼,它在哪儿 在这个部位的时候,这属于 太阳部的疼痛,所以呢我们可以加上配血 如果是阳明部的这个疼痛,就是这块的疼痛 我们可以加哪儿,这是主血 就是阳明部,我们可以加上五虎一二 如果是太阳部的这个疼痛 我们可以加上这个碗顺一二 除了主血,然后再根据疼痛部位,加上我们的这个配血 然后临床使用,确实效果非常好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几针是怎么进针的 我们的这个侧三里穴呢,它是在你的这个,其实就是足三里,旁开五分 你看这是毒鼻,毒鼻下三寸,它的三寸在这儿 下三寸在这儿,然后呢,颈骨旁开一横直 也就是说这是足三里,足三里再旁开五分 诶,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侧三里 这块呢,治疗牙疼,特效穴 从我们的侧三里直下两寸 就是我们的侧下三里,你看它的两寸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侧下三里 我们的五虎一二呢,在我们五虎穴 在你的拇指绕侧 也就是在它的这个侧面 黑白肉计处,第一节 这是它的第一节,黑白肉计处 这不是一条线吗 然后五点六分阀 取五个点把它分成六等份 这五个点就是五虎一,五虎二,五虎三,五虎四,五虎五 当我们扎的时候,你可以让它把它的手指稍微弯曲一下 把你的食指垫在这个位置 你这样是不是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区间 这块金针 直四,金针五虎一 五虎二 我们的晚顺一二呢,你看它这个 然后取屑的时候可以让它握拳取屑 首先从我们的,这是它的万恒纹 从万恒纹上两寸半的地方 看这是它的一寸 然后两寸,两寸半在这个位置 两寸半为我们的晚顺一屑 从晚顺一,然后下一寸 就是我们的晚顺二 那我们看晚顺一其实离我们的后膝是不是特别特别近 基本上我们可以以后膝血作为参照点下两分的地方 就是作为我们的晚顺一 这两针针刺的要点呢,就是 你看这块,你稍微按一下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长骨 然后这块是肌肉 我们下针的时候呢,最好的效果呢 是贴着我们长骨的下圆紧针 看,也就是它的这个位置 我们直刺紧针,紧贴着长骨颜 然后从这再下一寸 就是我们的晚顺二屑 今天呢,关于这个手腕疼的这个治疗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来